同行董事長 董事長 这小小的总监任命会 您竟然亲自来了 鲜火能源是我们集团的核心产业 总监的位置更是专业之中 您放心 乔美玉是经过重重考核的 她能力强人品好 连续五年都是我们公司的优秀员工 绝对担得起总监一职 我相信你的眼光 过两天的任命会上 我不光要给她任命书 还要给她一份大的 为了感谢她这几年来对公司的辛苦付出 这是一千万的支票 最新款的劳斯莱斯 还有江南水岸的顶级别墅 我先替乔美玉感谢董事长和集团的厚爱 董事长 您的鞋脏了 我帮您查查 这不是总经理吗 这个女人是谁 什么 供应商要求我亲自去谈 好我知道了 有什么事你就先去忙吧 多谢董事长体恤 过两天就是任命会了 不如我先去公司看看那位新上任的总监 去公司 喝 喝 我临时起义来的居然都知道了还搞这么大战争 新来的实习生啊赶紧站好别挡住了 小总监好 什么总监啊 任命书还没下来呢 这件事情啊已经板上钉钉了 听说啊 董事长要亲自给您办法日语书呢 总监 您跟许总的婚期将近 这爱情事业双丰收 真是羡慕死我们了 你这个实习生怎么回事 建大乔总监怎么不问好啊 我可不是什么实习生 我是 我不是什么实习生 我是你是什么 比起董事长 实习生或许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乔总监好 你是新来的实习生吧 乔总监 电梯又没满 我不喜欢跟人通乘电梯 凭什么 公司又没有这个规定 在公司 我的话就是规定 乔总监对不起 他是新来的实习生 不懂规矩 我这就带他出去 站住 我让你们走了 你刚才叫我什么 乔总监我错了 我只是一时口误 我不是故意的 求求你疯我这次 不懂规矩 得交 犯了错 也得接受惩罚 我的鞋子有点脏了 你给我擦干净吧 认错呢 就要有认错的态度 跪下 慢着 你一个实习生也敢拦我 我怕被开除吗 你 乔总监 他出来乍到 什么都不知道 我现在就给你擦鞋 你为什么那么精彩啊 我们公司的实习生 都是挤破头进来的 你要是得罪了他 丢失了实习名额 多可惜啊 公司是乔美玉的一年堂吗 有什么办法呀 谁让他是许总的未婚妻 又马上升任总监 连集团的董事长到 亲自给他发任命述 你得罪了他 以后要小心一点 我倒要看看 这乔美玉 到底能嚣张到什么程度 迟到十分钟 每人扣两百 我们没迟到 公司规定九点上吧 现在才八点五十 公司规定 每人要提前二十分钟到岗 公司没这规定 把这条规定 加进公司的规章制度里 是董姐 这条规定一定会让咱们公司越来越好的 总监真是应连 实习生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既然没问题 去 给总监买杯咖啡 这就是实习生的活 不干活蛋 等许明浩回来 自然一切真相打败 不如先顺着他们 你要的咖啡 站住 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 给我买这种下等咖啡 我呢 只喝八百八十八元一杯的特调咖啡 你又没说 我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咖啡 他敢顶嘴你 我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回头再跟你算账 滚出去 总监 您看这个 这个实习生啊 果然是个不要脸的红妹子 才来公司第一天 就想勾引许总尚未 和美玉姐 您抢未婚夫 我跟我抢东西 他也不看看他配不配 我让他吃不了 兜着走 中午的午休时间 是十二点到十二点半 我们的午休时间 不是一个小时吗 怎么又敢 谁允许你们工作时间 摸鱼聊天的 后天就是我被董事长 亲自任命的大日子 为了给董事长留下好印象 从今天开始 所有人每人每天早上 必须提前一个小时到公司 晚上无偿加班到九点 工作时间 绝对不允许摸鱼聊天 随意走动 上厕所 谁允许你把快递 寄到公司来的 你当公司是你家呀 一看你就每天上班 光想着拆快递 没心思在工作上 扣你半个月工资 我是这样的总监 这是供应商 寄过来的样品快递 还敢顶嘴 你想被开除吗 你不服管教 后天的任命会你不用去 就在公司加班 你没资格见董事长 陈宁是元老级员工 去那间董事长的资格都没有 今天晚上九点 来会所陪 轮辉公司的陈总吃个饭 完了 那个陈总是出了名的好色 经常调戏女员工 时间还有个差点被他猥亵 可怎么办呀 我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陪酒的 我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陪酒的 这就是工作 你一个实习生没资格拒绝 还是说你想让总经理亲自来通知你 总经理知道这件事 晚上的饭局总经理也会去 你说呢 既然许明浩也要去 正好借此宣布我的身份 我更要当场的呢 乔美玉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我去 去陈总旁边坐下 有没有点眼力劲啊 迟到这么久 还不赶紧给陈总倒酒赔罪 对新来的宽容一点 尤其是刚出社会的 给我女儿一般的 看着我的心 你给我抱着重一点 不要点点不要脸 说好一点就是来这上班的 说难听一点 你不是来这卖的吗 想要进单 我就是让你学狗叫 你得给我照做 我想要什么东西 向来都是靠自己的实力获取 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我呸 你个低贱的实习生装什么装 赶紧把陈总给我做好了 你别耍性质了 这人用嘴掉做杯子 进入胃围一口 赔醉酒 真是就完了 你做梦 你算什么东西 你平时连见我的资格都没有 贱户 不要进去我这吃饭酒 我还不信 天我办不了你 你放开我放开我 你越救我我越心本 我陈总我们就先过来让您了 啊 陈总 快叫救护车 打的人还想走 你知不知道闯了多大的祸 公司损失了这个可我会损失上亿 董事长知道了肯定会很生气 你应该是医生承担得起吗 我还真承担得起 因为我就是董事长 我当然承担得起 因为我就是董事长 而你被开除了 我没听错 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也敢自称董事长啊 那我就是董事长他妈 你 你还挺会吹的呀 还敢开除我们美玉姐 你真以为爬上徐总的床就能上位了 你怕是还不知道呢吧 我们美玉姐即将被董事长亲自任命为总监 这是你一辈子都到达不了的高度 我和许明浩不是我 我未婚夫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一个下贱的特台女 刚进公司就敢勾到我未婚夫 你也配 谁勾引你未婚夫 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 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这是早晨 我今天就要撕了你的遮羞布 让你原形毕露给我打 这事 你不要是这么对我会后悔的 后悔 我是董事长即将亲自任命的总监 别说欺负你了 就算是连你爸妈一块欺负 并能怎么样 我真是董事长 不信你们许明浩 你们要是再这么对我的话 你们就吃不了都是走吧 还敢提 你不都已经尚未成功了吧 你个贱人 看我不撕了你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美玉姐 你快看 这是什么 价值五百万的劳斯莱斯 你不可能开这种车 美玉姐 你看 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夏季限量款包包吗 价值上百万呢 好啊 我让许明浩给我买 她说没钱 给你又卖车又买包的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 你个小三 还自己买 说出去谁信 你没资格开这么好的车 你也没资格喂这么好的包 没资格 你看这是什么 你千万的支票 还有价值三千万的江南水安组洞别墅 你个小三 他究竟给你买了多少好东西 我不是小三 而你 会后悔的 我只后悔没早点抓到你这该死的小三 打他太便宜他了 把他扒光了 给我丢出去 让大家看看你那里有多放荡 我真是等着他朋友 放开我 放开我 给我继续撕 放开我 许总这边请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陈总呢 许总这边请 许明浩来了 不能让他看见这个贱人 他一定会到打一耙的 把他放进去 被新来的实习生砸进医院了 怎么回事啊 招这么不懂事的实习生 赶紧给我开了他 看来他不在意那见货 你今天一天都去哪了 一整天都不见你人 发现你也不回 接董事长去了 顺便 我出来了点事 董事长来了 我养过他很久了 他在哪啊 听说 董事长今天去公司呢 你没见到 去了公司 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公司 没看见董事长啊 那他可能有别的事 有没去公司 那一飞中天了 董事长可欣赏你了 想不想知道 董事长给你准备了 什么大礼啊 哎呀你别卖关子了 快点说嘛 快点告诉我 董事长啊 给你准备了好几百万的豪车 几千万的豪宅 还有 许额奖奖金 太好了 我以后一定要报答董事长 这是一千万的支票 最新款的劳斯莱斯 还有江南水岸的丙级别墅 这个车钥匙 陈总啊 你醒了 真的是抱歉啊 我亲自过来给你没罪 这也就是证据 好吧 别无理取闹了 陈总的事才是要紧事 要是把陈总得罪死了 那个订单泡汤了 我们怎么向董事长交代 那行 回来就跟你算这笔账 马上就是你的任命大会了 千万不要再出什么岔子 要你说 这可是我最在意的事 谁要是敢出岔子 饶不了他 行 那我去医院了 这里边有人 没有吧 这个车钥匙有点眼熟啊 你就这么在意这车钥匙的主人 你知道这是谁的车 当然知道 这不就是你给你小三买的车吗 你有没有良心啊你 我从18岁就跟了你 你都没给我买过这么贵的车 什么小三儿 我身边一直只有你一个呀 听到 总经理根本不承认你 你就是鹰沟里的老鼠 见不得 别想搞小龙总 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 这就是证据 你怎么在这儿 刚才是你在教 我喝醉了 刚刚在里面休息 迷迷糊糊之间 看到了一只大老鼠 吓了一跳 所以才大脚受伤 对不起啊 哎 明浩 你不是说要去医院看陈总吗 怎么还不走啊 哦 那我走了 那贱人呢 从这里被转移走了 还算机灵 贱人 还赶上许总求救室 跳到 这 你 不会真死了吧 真没呼吸了 我成了杀人犯 你还敢装死 别跑 你 你在这儿在哪儿 快追啊 许明浩 董事长 许明浩 董事长 刚才好像听见董事你在喊我 听错了吧 董事长 董事长 这地方 真脚 差点让你跑了 别挣扎了 许明浩已经走了 太多了 就算许明浩发现你又怎么样 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会为了你跟我翻脸 我能力强又得董事长的青睐 对他事业上有帮助 不像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算什么东西 总监 把这小贱人怎么办啊 先捆起来吧 明天就是我的任命会了 放这个贱人出去一定会捣乱 先关一晚上吧 喂董事长 太好了你电话终于打通了 你在哪 林特主 我在 好现在过去开车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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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成这样了 乔米 生命会是 我定叫你愿望落口 一无所有 恭喜乔总监啊 年纪轻轻就升任总监 正是全公司的榜样 乔总监啊 工作能力强 把公司管理的井井有条 这总监位置啊 当之无愧 待会儿啊 董事长来亲自颁发任命书呢 这待遇 谁有啊 对啊 又不是董事长 身家上百亿呢 就连他本事首富小店呢 都得提前预约 唐总 您来了 感谢您百忙之中过来 小总监你的大日子我当然要来了 恭喜恭喜 哦 对了 今天唐总也会过来对吧 对唐总过来亲自给我颁发任命书 还准备了豪车别墅还有巨额奖金呢 那一会儿你替我引荐一荐 我仰慕唐总很久了 只可惜一直都没有机会 好说好说 唐总到 他就是唐董事长 真的偶像真人了 好开心啊 董事长好有气场啊 他竟然真的是唐董事长 怎么办 我们那么对他 会被开除吧 我 怎么起来 怎么办 这下 他是假董事长 哼 你们都被他给骗了 他不过是我们公司的实习生 想靠男人上位被我识破 对我怀恨在心 所以才冒充了董事长 想破坏我的任命 我有证据 天哪 既然真的是小三 我差点就被他骗了 他怎么敢捂到正主面前来的呀 真不要脸 是啊 还敢冒充我的偶像 我偶像可是商业女强人 是你这种狐妹子配比的吗 我就说怎么一股味道啊 原来呀 是你的狐妹味哟 你个不要脸 昨天都放你妈了 今今还敢 没脑子的东西 你个小三还敢打我 住手 董事长 林特助 你来了 难道他就是集团第一特助 林特助 林特助可是传奇人物 长青同毕业年薪千万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而且只听那一位董事长 所以他真的是董事长 根本不是什么小三 天呐 我竟然敢污蔑我偶像 我真该死 你好大的胆子 敢对董事长不敬 他竟然敢污蔑董事长 他完了 哎呦 我好害怕呀 不会下一秒就要把我开除 然后收回我所拥有的一切吧 你拥有的一切本来就是董事长给的 哼 演的不错 还真眼上瘾了 大家都知道 林特助只服务于董事长 跟董事长一样神秘 没人见过 所以你就找得太来眼 发了不少电话 唐董事长 程青藤博士毕业 支撑我们云城经济命脉 和国家半个商业进步 沙发果断 叱咤风云 怎么可能这么年轻 他竟然敢冒充董事长 他胆子也太大了吧 徐总已经去接真的董事长了 你这个奸人消长不了多久了 你少在这给我污蔑董事长 你敢打我 来人 把他两个压住 住手 我有办法证明我的身份 乔美玉 我要让你失去你想要的一切 我是唐玉 马上开除乔美玉 哈哈哈 他眼上瘾了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怕了吧 今天我要是被开除了 我就围绕着这个会场 就是 演技这么好 怎么不去娱乐圈呀 我被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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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车别说 真的太美了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甘 还不是这样的 是总监林女朋友 就不做卑微 这种蛀虫啊 就该赶出公司 乔美玉 你滥用职权 欺压公司员工 辜负总公司的信 你已经被开除了 从今天开始 没有一家公司敢任用 懂懂事长 懂事长 我 是我永远不是太善 求求你 您的认门书到了 什么认门书 公司给你派发的认门书啊 我的认门书 真是我的认门书 这认门书哪来的 快递接到公司的 肯定是总公司进来的 我没有被开除 太好了 我没有失去我的一切 认门书掉在了会所 难道是会所的人 看到乔美玉的名字 接到了分公司 我就说嘛 总部怎么可能开始乔总监 又是个贱人 不仅找群演 还敢找人假扮总公司的人啊 可惜了 假的就是假的 迟早会被拆车 你个贱人竟敢骗我 还真差点让你骗住了 认门书在这儿 你们几个还愣着干嘛 把他们俩给我压住 演技真好啊 当什么小三啊 进娱乐圈当影后去啊 看到没 我的任命书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公司的总监了 你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三 拿什么工具 你 你 得不配位 没资格做分公司的总监 你 得不配位 没资格做分公司的总监 贱人 你敢死我的任命书 他真大胆 敢死任命书 这不是抢讯董事长吗 这下把唐家得罪扣了 他要完了 任命书本来就是董事长吓他 他当然有资格撕毁 嘿 还眼上瘾了 等真林特助来了 看见你这么个下三满冒充他 还不扒了你的皮 拉住了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把他压住 信不信我看着你们俩 许明浩到了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许总到哪了 很快就到了 许总很快就到了 肯定是带着真董事长一起来的 你这个贱人 马上就要原形毕露 谁原形毕露还不知道呢 死到临头还在嚣张 你是怎么敢冒充董事长的 我就提前替董事长好好教训教训 乔美玉 他真的是董事长 你要是敢伤他一根头发 你就死定 还敢危言耸听 把他嘴给我堵上 乔美玉 许明浩马上就要到 我劝你现在下跪道歉 我还能饶了你 否则 你一定会混当初 呸 你真当许明浩会在董事长面前 维护你一个上我的台面的小三 我今天偏要在大家的面前 撕烂你的衣服 打烂你的脸 让大家都看看 你是个什么货色 你还敢动我你 住手 你在干什么 住手 你干什么呢 董事长呢 他不是已经先到任命会现场了吗 怎么可能 现场只有一个冒充的 董事长 对就是这个贱人 我刚删了他一巴掌你就来了 我都没打够呢 你敢打董事长 董事长 使我来时了 请您赎罪 我真的一招 就他董事长 他是真的董事长 天呐 小白鱼刚刚都逗了什么呀 他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 打了董事长 还诬蔑董事长是小三 还封住了林特朱的嘴 他 他彻底完了 他真的是董事长 他真是董事长吗 我真正能干了些什么呀 你一个有眼无助的贱人 董事长都不认识 还敢说他是冒充的 你怎么干咋总事长的 林特朱 啊 你怎么干咋董事长的 董事长 我说了 是我永远不是泰山 我就是太爱董事长了 他会把你当成小三 做出那些屋里头的事情 你原谅我这一次吧 你什么小三啊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这是这张照片 我 你脑子进水了吧 董事长怎么可能当小生 认识我给董事长擦鞋呢 你怎么就看成小生了 不可以眼瞎了吗 我 擦鞋 乔美玉以为谁都看得上许文浩这个人心 我们唐董风华绝代 金森玉宫 李文浩只配给他擦鞋 乔美玉脑子有病吧 他以为谁都看得上他家合同呀 真是没点知知知名 总是因为你们两个贱人 都是他们找的照片 都是你们的错 我都是被他逼到 不听他的话就会被开除 所以才会维护作伤的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董事长 大谎 董事长都是他们的错 你相信我 够了 你们三个航线仪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全部被我开除 别人 董事长 我错了 你不能错了 董事长 你不解气的话 打我 打我 董事长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情情看看工作这么多年 为公司创造了上百亿的业绩 你不能过客差巧 要不是我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公司 看到你欺压员工搞一研讨 我可能还真被你给听 你以为光是开除就了 你之前非法囚禁欧党 损毁了我一百万的包 五百万的豪车 三千万的别墅 以及一张一千万的支票 你将面临巨额赔偿 你还不知道吧 这些原本是我给你的奖励 结果被你亲手给毁了 都是我的礼物 我没资格开这么好的圈 你没资格没这么好的包 美玉姐你看这是什么 捐完的支票 还有价值三千万的江南水安 你懂别说 你个小三 他究竟给你买了多少好东西 我都做了什么 我自己毁了我自己一切 你真蠢啊 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我不想看见你 赶紧滚 同事 我拿了那么多钱 你放过我这一次吧 求求你了 你发了那么多不要脸的事 你还还想求饶 你给你给我滚 你们把他给我拖走 不要 走下 唐总 你不能开除我 我是唯一掌握分公司核心技术的人 你要是赶走我 分公司就完了 新火能源的核心技术 价值上千亿 是分公司的命脉 他不会真的被开除吧 那分公司岂不是完了 唐总啊 乔美玉虽然最无可恕 但他确实很有能力 为了公司 要不要先把他留下 没有了核心技术 分公司就倒闭了 多少员工就 就失业了 唐月 你怎么回事 听说你为了自己的一时益气 要把掌控分公司核心技术的人才 给开除了 你是疯了吗 这后果 你承担得起吗 杜总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 我保证我会不努力弥补自己的错误 为分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要不 就给他一次机会 如果真把他辞了 董事会那边也不好交流 我不喜欢跟人同城电梯 凭什么 公司又没有这个规定 在公司 我的话就是规定 谁允许你把快递寄到公司来的 你当公司是你家呀 一看你就每天上班 光想着拆快递 你没心思在工作上扣你半个月工资 不是这样的总监 这是供应商寄过来的样品快递 他连合作公司寄来的样品都不出 小美玉 你平时的精力都用到仗势欺人上了 公司的核心技术 真的是你研发的 你不相信我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个电话竞争对手公司立马求 不是我签约让我入职 公司的合同规定 在迟期间研发的核心技术为公司所有 一旦泄露了你将面临巨额的违约金 你赔得起 好 我就让你看看我赔不赔得起 辉煌能源吗 我是乔美玉 我同意入职 五分钟之内到会场来 我就同意签约 辉煌能源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要是真被他挖了 我们公司就完了 我们不会真的要自业了吧 我老公没有工作 两个孩子还在上学 我都还病着 我们一家人都考虹养活的 我不能失业 乔主管 如果你愿意带着星火的核心技术 跳槽到我们公司 不给你千万名信 我们最注重人才了 不像星火 那么没眼光 那赔偿金 我们负 星火的决策者简直没脑子 这么好的人才都要辞掉 不知死活 看到没 你瞎了眼 有的是人看中我 美玉姐 我们刚才就是太怕被开除了 才会做错事 您肯定不会怪我的 对不对 对啊 美玉姐 我们一直为您马首是瞻 你知道的 我们对你忠心耿耿的 是吗 他为了自己开心 说开除就开除 根本不管大家死活啊 就是 他被羞辱也是自己作的 谁让他让总经理给他擦心 不该被我 要不是他多此一举 装什么实习生 哪会被欺负 被误会成小灾 灰光能源已经到你面前来挖人了 你怎么做的事情 你必须留住乔美玉这个核心人才 否则我们就立刻撤销 你董事长的位置 乔美玉他品行不断 压榨于我 他没本事 公司的核心技术不可能是他研发的 别狡辩了 我只给你十分钟 不管用什么方法 留住他 你现在跪下求我 继续这么有为总监 把该给我的奖励准备好 我可以大发慈悲 继续留在公司 当公司的摇钱树 你没资格让我求你 您自己是董事长 不担心失业 可我们为公司尽心经历这么久 求您给一条活路 没了工作 我们活不下去的 您醒醒好 考虑考虑我们吧 您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失业 走投无路啊 你们掀起来 我保证 不会让你们失业的 还嘴用 核心技术都没了的话 别说分公司了 你这个董事长之位 也保不住了吧 拿什么保证 梅玉啊 看在我的面子上 别让董事长跪了 就让他现在 给你正式道个歉 你印象最宽宏大量了 肯定会原谅董事长的 对不对 好 看在总经理的面子上 你给我端个茶道个歉 这事就算过去了 好 我来替董事长给你磕头 端茶道歉 不行 我就要他亲自道歉 我只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时间到了 我直接和对方签约 董事长 乔美玉根本没能力 成果都是剽窃他人的 真正的研发者已经在门口等你了 乔美玉 你还在 你的真面目马上就要被曝光 进来吧 乔美玉 你这个不要脸的挑戒者 新火能源的核心技术 明明是我独立研发的 这也是你该来的地方 赶紧给我滚出去 是我让他来的 安排人 去杀强美玉最近的所作所谓 调查完之后立刻向我汇报 是 董事长 我都调查清楚了 公司的核心技术是成立研发的 而你 窃取了成立的研究成果 董事长 证据在这 自重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就说嘛 这些研发部明明是陈林在管 怎么突然研发成果就成巧美玉的了 他又不是第一次这样了 剽窃这种事他做的还少吗 好事都让他占了 锅都让我们呗 对啊 什么事是他干不出来的 他就是个人渣 他那儿被你骗了 真是浪费时间 你剽窃他人的创意 谢了公司机密 需要给公司赔付三千万 三千万 往哪儿来的三千万啊 李总 快把合同给我 之前说好的 你们帮我赔偿美玉金 你的成果都是剽窃来的 我们公司又不是收垃圾的 要你干嘛 滚远点 董事长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而且我也没跟辉煌签合同 不算泄露不死机密 不需要赔上美玉金的 你剽窃他人成果是既定事实 当众贩卖机密 即使未遵 也是犯罪事实 你就等着巨额赔款 你以为这就完了 让我来看一看 这几年 你到底在公司都做了些什么 第一条 调窃他人成果 占为己有 第二条 逼迫员工赔偿 保持员工差点自杀 第三条 收手商业贿赔 以此冲好 第四条 挪用资金 以私谋 装装剑剑 真要人触目惊心 这些都是我找人调查的阶段 证据确准 你就等着老板做 啊 不许明昊 我不想坐牢 看在我跟你这么多年的分事上 你帮我跟董事长求求情 你这贱人 离我远点 董事长 这些事情 都是乔美玉背着我干的 我干的不执行啊 我要是让他这么坏 我早就把他开除了 才会中了 这件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 我自会调查 你不必多说 至于你 就等着接受法律制裁 小美玉这次彻底完了 真是大快人心啊 活该 谁让他做了这么多恶毒的事 董事长英明 躺月 你以为你又高贵到哪里去 你不就是靠着这张脸勾引男人上位 说是许明昊给你擦鞋 谁知道你有没有蓄意勾引他 还有他 心甘情愿的当你的一条狗 谁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一腿 不死 敢做还不敢让人说了是吧 是你心脏 所以看什么都脏 我实力比你强 只不过出身不好 要不然我肯定比你强千千万万倍 不像你 空有一张脸 他就是个小三 你们尊敬他 把他当成大人物 真是可笑 瞧美玉 你这个贱人 才是真正的小三 什么意思 瞧美玉不是许总的未婚妻吗 这是重要场合 你来干嘛 赶紧回去 许明昊 我在家替你养孩子 照顾家庭 结果你居然在外面养小三 还让小三在公司耀武扬威 原来原来许总有老婆呀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未婚妻 瞧美玉就是个小三 一个小三还敢骂董事长是小三 真是道范天刚 董事长说的对 心脏 看什么都是脏的 姐妹们 给我打小三 不是 我真不知道 行 我没想到不是个救命啊 要让全网看看他这个下贱样子 你不要 我没想到不是个救命啊 要让全网看看他这个下贱样子 我给你看 放开 我都调查清楚了 乔美玉在公司的所作所为 你是一清二楚 甚至是纵容 你们就是一丘之和公司的助手 所以今天 你被开除了 你好 你愿意跳逃到我们辉煌能源吗 我们会给你最好的待遇 你这么优秀的员工 待在这星火 简直是屈才了 我知道你们想要我手里的核心技术 但是我刚入职的时候 已经签了协议 在职研究成果 全部归属公司 这你不用担心 委约金 都有我们来解决 这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职业道德 所以李经理 别百费心思了 博士不会跳槽的 你可别后悔啊 这么好的待遇 过着这村可没这地儿了 这星火 能给你什么呀 大家安静 任命会继续 乔美玉都要被抓了 任命会怎么还要继续啊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 陈琳为分公司的总监 秀总监请到台湾 董事长 我当总监 我没听错吧 你技术过硬 有职业操守 这个总监 当之无愧 江南水岸的豪华别墅 顶级伊朗斯莱斯 一千万的支票 最后是总监任命书 这些都是公司 对你这几年来 兢兢业业的 董事长 我一定不会辜负 你对我的信任 对你来说 是 不是 又是 征硬 一千万的支票 有一千万的支票 tweaks 对你这些